WBC开球嘉宾 前洋机队守护神李维拉 突然出现在大甲镇兰宫前 他穿着短T恤 从广场一直走进镇兰宫大殿 李维拉虽然戴着墨镜 还是被球迷一眼认出 沿路围着他拍照 眼看人潮越来越多 辖区警方以大阵仗 在周边维持秩序 我非常欢迎我们大联盟 前洋机我们的终结者李维拉先生 镇兰宫副董事长郑明昆 亲自为李维拉解说 寺庙屋顶的各个细部构造 以及镇兰宫妈祖的文化历史 李维拉听得很专心 他也简单问了一下 一些关于艺术品的一些东西 还有包含这个庙里面的一些 台词的一些东西 对我们大概就简单的跟他介绍了一下 对他认非常客气 因为信仰的关系 李维拉没有拿香拜拜 不过庙方透露 李维拉有向妈祖点头致敬 由于他之前受访 表示来台湾想参观寺庙 于是在晚间担任开球嘉宾之前 李维拉抽空参观镇兰宫 还跟前来参拜的少棒小朋友 开心合照 由于李维拉事前行程保密 庙方只好临时请科技公司业者 为巴拿马籍的李维拉翻译 让业者印象深刻 当然也是受审若惊 今天如果说不是临时 要担任这个翻译的角色 大概我也没机会站在他旁边 开幕战 是中华队对巴拿马 李维拉是巴拿马人 你希望哪一队赢 当然我们是希望中华队赢 我们这个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地主队 我们一定要赢 中华队加油 世界棒球经典赛 A组开幕战 由中华队出战巴拿马 全台此刻都集气 为中华队加油 华尔新闻 黄主理张春风台中报导